椰子 可以看到我本身是很壯 然後我一直把講張包包 要超過我 好 為什麼要看這個影片 其实他们散步很长的时候 他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忙 因为你早上出门可能来不及跟他去散步 回来的时候才散步 所以他可能要做什么事情 绣纹 绣纹在狗狗的生活里面占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然我会跟他们说 好绣纹让他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闻够地上所有的味道 但是呢 如果沿路一直闻也会造成问题 所以是我们说可以闻的时候 让他尽量地闻 那像刚才这只狗呢 他笑得开不开心 开心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用处罚的方式 训练出来的角色 当然他也有可能会超过我 像刚才那只他走得很开心 然后没再看了 然后就超过 因为他还年纪很小 我只用回来 叫他回来我旁边继续走 这对他来说其实没什么 但是呢 如果在散步的时候 这个就帮你很大的忙 因为为什么 他超过你 他还会自己回来你旁边 因为 默默地要回来 因为呢 他可以回来的话呢 对你来说散步其实很方便 那我们也可以讲一下怎么做 教他回来 好 走吧 哇哟 好 当他开始超过我 我停了以后 他会超过我 对不对 这只小伙不准 因为他训练过 马上就自己回来 如果呢 他超过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 如果他很爱吃 或很爱玩玩具 我们通常路上 就会带好他的玩具 或者是食物在身上 好 那如果他超过的时候呢 我自己退好了 因为他已经 还要再回来一次 真是 好 不一定等哦 如果我超 比如说他超过我了 我希望他现在回来我旁边 那我就可以用一个引诱的方式 好 哇哟 当他回来我旁边以后 在脚側的位置 我再奖励他一次 好那这样子呢 他会知道 回来主人旁边还不错 还有东西可以吃 而且还会继续往前走 但是呢 那出去看哦 他超过我的时候 我有很生机大骂他吗 没有 我只是看他走了 我停在原地而已 那这个练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大家要知道 散步的时候 通常最好的奖励 就是继续往前走 好 而不是我刚才给了吃的 其实只是额外的小奖励而已 不一定他很喜欢吃 有些狗在这时候 他还不吃 他还觉得我去玩更开心 我干嘛吃东西 所以通常散步的时候呢 如果他没有回来 好吧 那我们就不要散步嘛 我在这里不要动 你也不要动 我们等到他回来为止 所以练习个几次 他就知道 原来他回来主人旁边 这样子才可以继续往前走 所以他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好 那再停下来 他有练习过 所以他又回来望面 如果他呢超过我的话 他又回来 我们可以怎么样 讲必他 马上说 哇你好乖哦 好走 继续可以开始往前去散步 往他想去的地方 前进 这个是角色随形呢 其实比较简单的原则 但是说到大家都要回 有点难 因为每个人回家坐的时候 都不一样 有时候看到他尿尿一直尿 好好好 我们去尿尿去尿尿 好 就沿路一直尿一直尿 然后尿到回来了 好好好 好了 来训练了 他又开始走 走了两下他又走 好啦 那你随地高兴好了啦 好 又开始自己走自己 那这样子就会变成你的训练 如果没有原则 你家狗在角色上面 很难可以走得很好 所以我们会希望你们 如果要开始练习 我就开始禁定 我回家的围城 就开始练习 从今天开始 好 再来一个如厕训练 我刚看了一下问题 里面也有讲大小便的问题 那 如厕训练就是大小便的训练 这个呢 其实是国人的统计里面 最容易放弃自己动物的头号原因 因为每个人都不希望家里都臭臭的 狗狗在家里乱大小便 所以我们会告诉大家 如厕训练要怎么做 我呢 每次呢 只要有学生在 我都会讲 什么训练大小便 但是大家呢 通常都会怀疑 这个方法到底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今天教了回家做了 不听话的方法真神奇 回家都正确 然后隔天开始又不对了 马上就觉得这一定有问题 为什么他不对 好 然后就开始怀疑这个方法 所以又不用了 我先告诉大家 每一种训练呢 对你家的狗 可能都会有效 但是一开始有效 后面呢 有可能他的行为 又会回复成原本习惯的样子 所以有可能他一开始散步 很正常 结果呢 某几天开始你跟他一起暴冲 暴冲几次以后 一直冲出去玩几次 以后 他的散步的训练呢 可能他又开始乱走了 所以在一开始我们都会说 你一定要好好练习 每次记录 不然的话很容易会退步 原因就是这样 那上厕所也是一样 比如说他今天呢 尿在正确的位置 明天 尿在旁边 算对吗 不对 因为他没有那个正确的位置 可是他其实离正确的位置很近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知道 所以可能要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但是并不是训练失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做观察 家里有大小便训练问题的举手 我看看好不好 有部分的人 很好 手放下 好 大小便训练的问题呢 我们都通常会告诉大家 请用观察 作为你第一件的事情 不要用骂人 好 为什么 有些狗呢 发现了 他尿尿 主人会注意他 有可能他会怎么样 开始这里尿尿一下 那里尿一下 那里尿一下 那你头就很痛 那我们先观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观察他到底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 会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早上十一点他就会去出炉大便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先观察 不要在他时间到了 你就从过去骂他 这个如果是一个很定性的 通常都是这样 某一个时间点他就会去那里上厕所 好 你就让他再乱尿几次 先观察做记录 好 那科学化的统计 如厕的时间呢 还有用餐的时间点 通常吃饭跟大便一定有相关性 所以你狗几点吃饭 就大概几点大小便 好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先观察一下 他呢大概几点吃饭 好 如果早上呢 你家的狗一定是大碗便在吃饭的话 那通常你要吃饭这天 我就可以赶快训练他大小便 好 所以这时间点通常我都用记录的 我们以前一个学生非常厉害 他做了一个表 精密到我实在是想为他补照 还帮他拍照 他呢 通一个时间是写尿尿 好 这一排全部都尿尿 旁边这一排全部都大便 在什么位置也全部记录下来 那他很快一个礼拜内 他就很规矩的去包子上面 打便尿尿 为什么 因为他有很精密的统计 所以时间到了 比如说我每天统计发现 他11点一定会尿尿 那你就知道啊 11点一定尿尿 那我11点就带他去 我想训练他上厕所的女人 请他尿尿 其实就很容易会尿尿 好 那为什么不要处罚 模特训练如果有处罚过了 你会非常的难训练 另外呢 当他发现了 我正在尿 我的主人就会冲过来 给我一记 苦头吃 那等一下他就怎么样 发现了 如果在尿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主人发现 所以他就会偷偷躲在 你不知道地方上厕所 你如果要夸奖他呢 也很难 因为他看到你 他就觉得你要揍他了 好 那如果你真的呢 想要知道他在哪里上厕所 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他都躲起来啦 你要到底在哪里训练 不知道 所以我们通常会说 千万不要处罚喔 以前我有一个经验 刚才那个威马 灰色那一只狗 是我家的 他以前有一次在上厕所 刚来我家的时候 我想探出头去称赞他 因为他在对的地方上厕所 所以我想过去跟他说 你好乖 还没讲的时候 我不想把一个锅子撞倒了 所以就碰一声 然后他一回头看到是我的脸 这下个惨 他现在准备要上厕所 在那一阵子准备要上厕所的时候 一看到我出现 马上要蹲就收起来 雙没事就走掉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称赞到他 那只是因为 不小心撞到一个声音 蹦一声 那这个呢 就会让你的如厕训练 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会说 如果我要训练他的话呢 我一定是不要处罚 就算他正在你面前 尿错了 我们也不会处罚他 就在正面前 如果他尿错 我也不会处罚他 我只会知道说 这个时间点他尿错 为什么 因为他不懂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能在这上厕所 那有人说 有 我现在都会揍他 他在这里尿 就抓他过去 揍他一顿 他隔天就不敢在这儿尿 对 他隔天就在这儿 插一度的距离 这边尿 那再揍他 隔天再换一个 这里好了 主人应该不会揍我 又在这儿尿 又被揍 那你全家都打完了 第一个位置 他又再重来了一次 所以呢 千万不要用处罚的方式 好 再来 通常我们会有一个是 主人离开家里了 一回家 开门的时候 你家的狗 在地板搭片尿尿 看到你立刻躲起来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大家都懦默想说有 好 其实 其实不是狗知道他做错的事情 主人都会跟我说 他明明就知道他在做错 为什么他还要做 因为你一开门的时候 你点色就不对了 你一开门的时候 你一开门的时候 一开门 一开门 他马上就会知道 欸不对 所以我们通常呢 会一开门的时候 就算他做错了 你可以试试看 一回家一开门 他做错 你好乖 你都可爱 满地压压大便 好厉害喔 你家的狗马上发现 好像主人 今天心情不错 他就会慢慢地出来 如果他发现了 便便 尿尿 加上我 主人就会 撑起 会打我 那你下次有可能会出现一只 会吃大便的狗 好 没有片子 因为他会发现 如果大便 加上主人 还有我的话 我可能会被揍 那我只要去掉其中一样 就好了嘛 我不可能去掉主人 也不可能去掉我 当然是什么 大便 所以你家狗 就会变成吃大便的小狗 好 有些狗很可爱 他为了避免 他还拿布把盖住 没有大便 可以很安全的 其实 主人一回家更新 因为拿了那条 是他的棉被 所以我们会说 这个呢 我们会希望 不要处罚 原因是因为这样 他其实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到底哪里正确 所以他才会乱上 所以统计呢 是很棒的方式 一定可以改变 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 早上的时候 他都会在客厅的正中 尿尿尿 好 那大概几点 只有尿尿 就写尿尿 大概几点 他又在哪里搭便 好 我把他统计出来 那你会发现 我家狗最喜欢的上厕所地点 可能就是我家的厨房 OK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试看 上厕所的地点其实是不对 我只要把他改变就好 他会在厕所 上厕所 会是我们最想要的 不小心上在厨房 我可以把厨房做什么 隔起来 没错 大家很聪明 我把他做隔间 他就进不了了 那再来呢 地面的材质 有可能是他想上厕所的原因 比如说有些狗 喜欢上在土地上面 泥土 不是泥土 像那样瓷砖 他全部不掉 那有可能加狗对于泥土 上厕所这个材质 他感到比较安心 那可能我们就要注意 先观察一下 他到底喜欢在什么地方上厕所 那我按一下 我们鞋位的小狗 他们小时候其实就有练习 我们会让他呢 在两个材质上面 休息 一个是报纸 旁边呢 就是地板 地板是休息的地方 报纸是上厕所的地方 那我们整个房间呢 隔一半是上厕所的地方 一半是地板 那这样子呢 其实让他们知道说 诶 这里是上厕所的位置 是报纸 那那边呢 是什么 睡觉的位置 好 隔了一阵子以后 我可以再把报纸怎么样 整个房间报纸原本铺一半 我可以再把隔小 变成四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二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他可以很准确的 上在一张报纸上面 好 那这个呢 其实是地面的材质 一开始我就让他分辨 哪边是休息 哪边是上厕所 那你们也可以去观察 他到底喜欢在什么地方上厕所 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厨房的那种瓶 在那上面上厕所 很好 那你可以找个类似的地点 训练他去那里上厕所 好 那不处罚多鼓励 就是我们训练上厕所 主要会用的方式 他如果上队的时候 我们会说什么 好乖哦 我们通常都会跟他讲 哇你好乖哦 好棒哦 做得很好 注意这个口头的奖励呢 要声音高康一点 男生可能比较难 声音呢 像高八度 女生就很简单 你好乖哦 常常我们看到狗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会好可爱哦 用这种声音来称赞狗 绝对没问题 这是科学研究的 狗喜欢高八度的声音 那男生就会比较难 有没有现场的男性想示范一下 男生都开始低头做安定讯号 有哦 我们的子星长吗 好 我们通常呢 用这种恶心的声音 其实可以称赞我们自己的狗 让他知道说 诶 我的主人呢 很喜欢我现在做的事情很开心 因为我们开心的时候 声音其实也会高八度 所以你们自己知道 诶 我的狗也发现了我的声音 这样的时候 其实是开心的 所以你们要夸赞他的时候 通常都要用一些开心的声音 比如说一坐下马上说什么 大好乖哦 这样的声音他会知道说 我的主人很开心 期望我现在的事情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如厕训练 我们可能会做的 好 再来讲到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就是被叫 纹身啼笑 听到声音主人都啼笑 狗也啼笑 这个情况呢 很常发生在小星犬的身上 好 不要 大家不要 天啊 没错 小星犬很常会被叫 那特殊犬种 当然更容易会有被叫的问题 那在被叫的问题呢 我们会说 他其实呢 很常是跟着主人一起叫的 为什么 狗在哄哄哄 主人就在旁边 不要叫 不要叫 听起来好像两个一起在叫 所以通常被叫呢 有很多的原因 我们需要去理解 第一个 有可能家狗 很没安全感 他听到什么声音 就会叫 那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说 他需要做的是声音的社会化 对于听到任何的声音 他都觉得 哼 有人 包含像这样 有人在家吗 你家的狗可能就从他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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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这个呢就是他对于声音很敏感 那你可以重复的在家里好几次 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一起嗎 好 類似这样子 然后来测试說 搞不好几次以后 他就会发现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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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他们 有一个声音曆的名音 是 有可能他 对声音比较敏感 会有的被叫 那再来呢 邻居的脚步声 有人接近了 有敌人靠近了 你家的狗呢听到 他觉得妈有危险 马上就叫 有人要来了有人要来了 叫叫叫叫叫叫叫 那这时候呢 主人通常会说什么 不要再叫了啦 那你家的狗呢 就会继续叫得更开心 跟你讲哦 我们里面有人哦 不要再过来哦 那主人就说 他不要再叫了啦 快回来快回来 好 那这时候狗还是继续的叫 那表示你们是不是一起在叫 两个一起叫 通常这时候呢 狗叫得越大意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呢 是越安静 让他知道说 因为主人其实没那么焦虑 没那么紧张 那这样子他可能呢 比较不容易会是被叫 好那我们来看这上面哦 写 我们呢以观察 他代替制止 小白刚才跑去哪里了 以观察呢代替制止 就是我们不会呢 骂他说你叫不对 但是我们先观察 他为了什么原因叫 有些情况他一定会叫 把他记录起来 那些情况呢 就是你可以练习的时间点了 而不是每次都骂他 骂到你自己都忘记 他到底刚才做了什么 还有他叫了多久 连续叫了一个小时吗 有这么久吗 还是说他只叫了一分钟 还是他只叫几声 噗噗噗噗噗噗 好啊就停了 看是叫了多久 我们可以做下观察的记录 这个可以让他 可以让你知道说 他呢到底叫了多久 那寻求注意是我们最常发现的 你的狗呢 老是在希望主人多注意他 但是只有在他叫的时候 主人才会发现你这只狗 所以你家的狗要不要叫 要 通常主人只要我叫的时候 他就会说什么 小白过来 好那这时候你家的狗 哈哈 终于叫我了 然后他就回来 那这时候主人呢 就会说在他前面 他为什么要一直叫呢 好啊很乖 不要让他叫 然后小白又开始 找寻下一个可以叫的机会 然后又有声音 然后主人说小白过来 然后小白又过来 好那这时候你家的狗 就可能就是寻求注意了 那这个寻求注意 我们就会希望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忽略 他叫呢 我当没有这只狗 没听到他在做什么 你可以做你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呢 你可以拿出手机来看 狗很清楚知道人在干嘛 他常常拿出手机看 他就知道 唉 这下班不会理我 好 讲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 这时候如果他也叫 你拿出手机来看 随便要玩Facebook 还是什么 玩一玩 底下狗就知道 现在怎么叫都没有 你可能会发现 好 那这个呢 是寻求注意我们可以做 我也可以转移他的春衣品 做别的事情 好 让他知道我没在注意他 但是呢 当他很乖的时候 在那里休息 我们就可以过去说什么 你好乖哦 比如说布丁在那里 一直很乖 一直在睡觉 房子歪了还在睡 那我们就可以称赞他 你好乖哦 真是好孩子 那他下次就知道 我这样子主人会很开心哦 好 需求不满足 也是很常见的 如果你家狗要尿尿 也会叫 还有 他平常觉得 你跟我互动不够 他也会叫 还有他想吃饭 他也会叫 那需求不满足 也有些狗会用叫来形容 就是他现在告诉你说 我现在很想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 他的方法可能不是我们喜欢的 好像我们协会 就有狗狗师吃饭 他就会想叫 那我们都做什么 他只要一叫 我们就去旁边的沙发坐下来 唉 好累哦 那狗就开始 习惯了 现在不是要喂饭了 为什么我不赶快喂 又开始很焦虑 所以他们可以重复了这样几次 以后就发现 如果我一叫 我的主人就会去旁边坐下来 如果主人就会拿出手机来看 可能他就会知道 我叫的话好像不是好方法 我应该要用别的方法 好那再来呢 需求不满足 我们也可以告诉各位 在他还没叫之前 我们最好就先注意到他 这个是最棒的方式 当他已经开始叫了 就算你骂他 把他抓过来点了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一叫都已经失控了 好所以一叫就已经没有用 通常要在争之前 所以通常呢 你的狗 如果每天三点都会叫你去尿尿 那你今天要几点带他去 比较好 2点 3点之前我就跟他说 诶 我们可以去尿尿 时间还没到 怎么那么早 今天就是比较早 就去尿尿 明天呢 又换 可能我会换成2点半 再带他去尿 诶 他也没叫都很乖 出去玩的很累很尽兴 然后回来 让他知道说 不一定要叫 主人其实都会带我去 那下次他就讲 我其实不用叫 我控制他 他都知道了啦 好 那警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你的狗真的对声音很警戒 一是可以在家里呢 你出去就播放一些电视的声音 录音机的声音 要有人讲话的 有一些声音让他听 他可以不要一直在专注外面的声音上面 那这些声音 你可以放在门外多 可以让他知道 那声音都从外面传过来 都是一样的内容 他就不会这么紧张 再来你可以留一些有你味道的椅目在家里 放在他的睡店上面 他也比较有安全感 不会有什么事情 他就很紧张去叫 再来最后是 他应该要做一些声音的社会化 表示你家的狗 对很多声音没听过 他都很紧张 可能你就要常常带他去外面看世界 不要在家里做胆男 好 适当的运动及饮食的控制 狗狗的吠叫呢 其实跟他的体力呢 消耗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 他吠叫 会消耗掉他很多的体力 所以他们尽量呢 应该要选择不叫 可是你家总一直叫怎么回事 体力过剩 每天都有好多的精力可以消耗 所以他可能在家里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那你就可以做到是 一早我就先带他去运动 运动到他很累了回来了休息了 那他睡觉的情况会降低 因为这跟他的体力一定是成正比的 好 再来饮食的控制 也就是 他如果呢 吃东西常常吃很饱 很胖 也没什么运动 那他呢 体力都储存在哪里 他的身体里面 那他废掉的机会也可能更高 他可以消耗掉更多的能量去教 那游戏呢 可以转移掉 他们乱叫的注意力 好 不听 不好意思 你要睡觉 但是要起床了 可以起床工作吗 不听 可以 很好 谢谢你 出来咯 他已经不想出来了 好累啊今天 来 刚刚他已经有讲过 他很久没出来工作 今天工作非常辛苦 好 如果呢 我们希望他不要叫 好 那我们可能可以注意到说 我可以用游戏转移他的注意力 怎么样的游戏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组呢 叫做 抗焦虑的玩具 那这个玩具呢 其实是可以塞食物的 让他呢 来 好坏啊 让他呢 可以吃些东西 我这边有带一个来 等一下我们可以请东丁 玩给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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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